成龙女儿失踪数月被发现在国外坦荡游民。她上超市求收留,我被逼迫流落街头。 成龙女儿找到了吴启力和成龙所生的18岁私生女小董女吴卓琳,之前爆出音讯全无失踪长达数个月,让妈妈焦急地不断寻找她,甚至报警处理让吴启力非常的心力交瘁,不过却有网友爆料在加拿大一家超市看见她,现在也曝光了监视器画面。 影片中吴卓琳身穿黑色扣外套,留了灰白色的头发,30岁加拿大籍女友Andy则戴灰色毛帽,身穿黑色羽绒服,站在超市柜台前,他们用中文告诉店员我想找我爸,我妈,我知道,但是我,我妈。 据悉小董女士因为女友和妈妈闹翻才离家出走,2017年时母女两人关系降到冰点,吴卓琳更搬出去和女友同居,并对外宣布开始自己打工赚钱养另一半。 当时吴卓琳也出面表示不会再干涉她的交友状况,后来母女关系本来有回温一点。 没想到吴卓琳又闹失踪成为讨论话题,据悉吴卓琳会带住女友去当游民,也是被逼迫到走投无路,因为身无分纹才会没有地方可住,只好进入超市求店家收留,手上还拿住一条被子,看起来生活得相当不好。 他们去超市求助时还搬出爸爸成龙的名字,希望店家能够因为这样同意帮助他们,虽然吴卓琳是成龙的女儿,但是她几乎跟成龙没有往来,甚至小时候还是在同学嘲讽下才知道谁是爸爸,如今终于找到吴卓琳了。 也让不少网友喊话赶快回家,别再让妈妈担心,毕竟安全最重要,其余的事情都还可以再谈或讨论。